接下來我們要送的是一個重點 就是有關於高氣壓跟低氣壓 這個圖 以前是電碼年代 要傳送電碼 不要節省打字卡卡的東西 大家都1013附近 所以10就不打了 就打兩碼就好了 所以 18什麼意思 1018 10什麼意思 1010 但是98什麼意思 它不會是10 不會那麼大 所以是998 少數題目 上面的等壓線畫的是兩碼 就這樣判斷 它到底是多少 到底多少 是 1010還是998還是多少 然後重點 994 1002 1010 越往中心氣壓越大 這種叫做高氣壓 又稱反氣旋 當回告訴你為什麼叫反氣旋 我們的標示寫成 H Hi H 大家都是1013附近 所以如果你是高氣壓 你的氣壓絕對不會小 而且理論上 你氣壓不用大 你只要比旁邊大 你就是高氣壓 你還沒想到低氣壓 你還沒想到低氣壓 又叫氣旋 當回告訴你為什麼叫氣旋 他有寫作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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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一樣 大家都是1013附近 所以如果你是低氣壓 你的氣壓絕對不會高 但是理論上是 你只要比旁邊低 你就叫做低氣壓 年班最高到高個 跑到美國NBA 都是矮之一個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低氣壓 你比旁邊都小 所以你叫做低氣壓 所以 好這就是第一個 什麼叫高氣壓 什麼叫低氣壓 意思要懂 要明白 我比旁邊高 就要高氣壓 我比旁邊低氣壓 還有 重點 因為科斯力 北半球會向右偏偏 因為風會從氣壓高 吹到氣壓低 所以北半球的高氣壓會 順時鐘旋出 北半球低氣壓會 逆時鐘旋入 氣流的方向 北半球高氣壓會 順時鐘旋出 北半球低氣壓會 逆時鐘旋入 這是因為 空氣會從氣壓高吹到 氣壓低 這是因為科斯力 會使北半球運動向 右邊偏的關係 我們 用圖示 來幫你說明 這裡有一個高氣壓 風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但是北半球向右邊偏 風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但北半球向右邊偏 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但是北半球向右邊偏 所以風就是這樣子吹出去 這什麼時鐘 這什麼時鐘 順時鐘 所以北半球高氣壓順時鐘旋出 順時鐘旋出 順時鐘旋出 反過來 北半球低氣壓 然後選入 那麼結論 這個圖 你要跟我會 我把H跟L拿掉 人家考試H跟L拿掉 看到圖要認 認出他是高氣壓還是低氣壓 北半球還是南半球 我個人的背法叫做北高順 北半球下順利完工 北半球高氣壓順時鐘 正正得正 北半球高氣壓順時鐘 北半球低氣壓正負得負 北半球低氣壓 北半球低氣壓 南半球高氣壓負正得負 南半球高氣壓逆時鐘 南半球低氣壓負負得正 南半球低氣壓順時鐘 這是我的背碼 我不管你有什麼辦法背 你就要給我會 搞清楚北半球 南半球 高氣壓低氣壓 契合怎麼賺的 人家畫圖認出來 它是高氣壓還是低氣壓 北半球還是南半球 封從氣壓高追到氣壓低 所以不管南半球還是北半球 高氣壓一定都懸出 低氣壓一定都懸入 只是懸的方向會不一樣 因為柯勢力北半球向右 南半球向左 所以高氣壓一定懸出 低氣壓一定懸入 只是南半球旋轉的方向不同而已 不同而已 這是要知道的事情 同時背下來 北半球背風而立 高壓在右 低壓在左 這個尖尖代表人的頭 所以人往前看 高氣壓順時中懸出 低氣壓逆時中懸入 所以風從背後吹過來 高壓在右邊 低壓在左邊 北半球背風而立 高壓在右 低壓在左 這個結果請你背下來 這個以前是用來躲颱風用的 就是我可以知道颱風中心在哪一邊 但是對你們而言沒有用 對你們而言只有考試用 考試拿來用 接下來 北半球背風而立 高壓在右 低壓在左 請問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